第一体亲家切尔西·斯特雷耶是皮波迪音乐学院的一名新生 我每天大概要练琴三个小时 除此之外我还要再进行几个小时的排练 长时间高强度的重复练习造成了她的疼痛 我的胳膊以前疼过 但我的手腕从来没有疼过 我手上同样的地方也有瘀青 斯特雷耶的老师鼓励她去校园内的音乐和医学中心诊所接受治疗 联合创始人萨拉普·巴斯特普·格雷告诉她的音乐家们 其实他们比他们想象的更容易受伤 无论是肌腱炎还是扭伤 演奏乐器的音乐家中 有五分之四的人至少会在职业生涯中受伤一次 一个人会康复重新回到乐器演奏的生涯中 两个人也可以继续演奏 但是会有慢性问题 时不时会急性发作 不幸的是一个人会因为受伤而终止艺术生涯 巴斯特普·格雷是一位会弹奏吉他的医生 所以他深知演奏乐器的苦与乐 这个位置的神经会在这里弯曲 所以他会受到压力 副院长萨拉胡福表示 在校园开设诊所可以向学生音乐家传递一个信息 我想他们也明白他们可以谈论受伤 当他们遇到伤痛问题的时候 也可以去找他们的老师 他们不需要把这些问题藏在心里 这让我意识到我需要休息 休息是可以的 因为休息比受伤要好得多 现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生物医学工程师 和神经学家正致力于研发一款新的智能吉他 他可以测量吉他演奏家弹奏时 手臂和手指承受的压力 我认为用基于证据的教学法来训练 音乐家是非常有价值的 这样他们不需要大量重复 就可以更快地发展某些动作技能 重复会引发职业病 巴斯特普·格雷说 这种方法可以帮助音乐家 在不受伤的情况下 享受他们最喜欢的音乐 埃尔马斯利 美国之音 巴尔蒂摩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